然番剧场!然番啦! 找的话太过麻烦 我决定利用夜影族的能力 来控制一些有潜力的人 来渗透科技研究院 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 即使被发现有问题 只要我们这边切断精神联系 深凭科技研究院背后的黑影势力 如何调查也寻不到我们 听到这番话 风奇的心中恍然 他忽然明白之前卧底线的时候 琥珀研究院派遣的间谍 明明已经被科技研究院的 黑影势力调查出来了 但在任何手段之下 都未能从间谍的口中 了解到琥珀研究院的相关内容 这显然也与精神控制术有关 现在看来 迷雾之主没有对拥有 精神控制术的夜影族赶尽杀绝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这个种族的战力低微 但是血脉赋予的精神控制能力 在某些时候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对于渗透科技研究院 他也是十分的期待 至少渗透成功之后 间谍肯定能带回来 他之前的牺牲线 未调查到的重要情报 信息 一番讨论之后 迷雾之主忽然开口道 除了渗透科技研究院外 其实我最近还在考虑一个新计划 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 也会大幅度提升我们的成长速度 听到这番话 风奇的脸上浮现了一抹好奇 什么计划 针对星红研究院的计划 听到迷雾之主说要针对星红研究院 他心中一领 针对星红研究院做什么 我们和星红研究院又没有利益冲突 更何况星红研究院的相关资料 其实琥珀研究院的权限也无法查到 他们的真实实力如何 更是未知 我们现在还位在 琥珀研究院内彻底站稳 这个时候贸然对星红研究院下手 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 迷雾之主在这时点头笑道 你的分析都对 我的想法其实也和你一样 觉得贸然对星红研究院 动手风险太大了 但有一点你说错了 其实我们和星红研究院 有着本质上的利益冲突 何来利益冲突啊 他忍不住询问的 各前线送来的灵性资源 在到达星城机场后 会进行整合 然后再进行分配 整个星城小型研究院 配给的资源量并不多 大头都给了军部 星红研究院 以及我们琥珀研究院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就必须搬到另外两支势力 军部我们肯定动不了 毕竟军部的地位很特殊 还与联合军部 有较大的关系 况且军部需要的资源 和我们冲突较小 相比之下 星红研究院 才是我们最大的 利益竞争对手 如果能将星红研究院击垮 我们每次分配资源时 获得的资源量 就能得到大幅度提升 听到这里 风起顿时明白了 迷雾之主心中所想 但星红研究院是 这条牺牲线的关键 它怎么可能让迷雾之主 对星红研究院下手呢 况且之前的时间线中 也没有琥珀研究院 对星红研究院动手的记载 想到这里 它当即开口道 嗯 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但想对星红研究院下手 还是太过冒险了 你又支柱笑着点头道 这就是我接下来 要和你解释的一点了 其实我根本就没考虑过 亲自对星红研究院下手 完全可以依靠 外部的力量 来对抗星红研究院 详细说说 我的想法很简单 创造条件来让科技研究院 对星红研究院出手 我相信 只要科技研究院 以及它背后的 黑影势力出手 就一定有能力 打垮星红研究院 听到这番话 它的心中毅力 之前的时间线中 星红研究院提前 抖入秘密基地 就是与科技研究院的 打压有关 现在听了迷雾之主的想法 它忍不住怀疑 这件事与迷雾之主有关 想到这里 它当即询问道 你现在可有详细的计划方案 我已经有计划了 但这个计划 还有待完善 计划的第一步 制造科技研究院 与星红研究院之间的矛盾 这一步计划我选择的目标是 科技研究院下属的 士郎领域战团 我最近用全线查看了 前线任务列表 发现士郎领域战团 会在四十天后 前往旧日城 展开协助建设任务 我决定 趁此机会 伏击这个战团 当然 我不会将士郎领域战团 赶尽杀绝 我只会杀死 这个战团里的高层 然后放走大部分战士 让他们回去 给科技研究院 背后的黑影势力报信 士郎领域战团 听了迷雾之辱的这番话 他忽然想到了 当初渗透科技研究院期间 发生的一件大事 当初士郎战团的 高层莫名惨死 导致无人接手此战团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为了获得 科技研究院的 更高权限 他选择进行了 深化改造 最终竞升为了 士郎战团的 新进团长 成为科技研究院 核心圈 第二梯队的一员 现在看来 当初士郎领域战团 高层集体暴毙这件事 显然是与 迷雾之主有关的 但他疑惑的是 迷雾之主在杀死 士郎战团高层成员之后 到底做了什么 让科技研究院 有了想针对 星红研究院的想法呢 想到这里 他妄想迷雾之主 询问道 然后呢 杀死士郎领域战团的 高层后 你要如何将矛盾 转移给 星红研究院 面对询问 迷雾之主的脸上 浮现笑意 士郎战团的这次任务 与旧日城的附属 外城墓陵城有关 墓陵城里 就有一座 星红研究院的分基地 我还是没有明白 别忘了 我曾经夺授的王帝 可是科技研究院核心圈 第一梯队的成员 我掌握了科技研究院 向内部发送讯息的方式 这次士郎战团的任务 会与墓陵城的 星红分基地有接触 我会在那个时间段 寻找时机动手 在杀死士郎战团的 全部高层后 我会利用我掌握的方式 模拟士郎战团高层 向科技研究院 背后的黑影视力 发送相关情报 情报内容是什么不重要 我要的是 让他们怀疑 墓陵城的星红基地 有针对他们的研究项目 甚至是让科技研究院 背后的黑影视力 怀疑他们渗透进 人类社会这件事 已经被星红研究院知晓了 只要这个计划成功 就能在黑影视力 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 只要他们还想继续 展开黑色死神计划 肯定会想方设法 打击星红研究院 将其视为眼中钉 毕竟科技研究院 背后的黑影视力 也在依靠人类的力量成长 他们可不想彻底 暴露在世人面前 星红研究院不垮 他们如何安心 为了加深这个矛盾 后续我还会展开 一系列拱火的行动 总之这个计划的核心 就是利用科技研究院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 催垮星红研究院 以此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 只要星红研究院垮了 我们琥珀研究院 就是当之无愧的星辰第一机构 原本分配给星红研究院的大部分资源 也都会分配给我们 听着迷雾之主的描述 风琪的心中淡汗 一条清晰的时间线 在他的脑海中生成 许多疑惑也终于有了答案 侍郎战团高层的莫名暴毙 科技研究院忽然派遣力量 进攻星红研究院 在慕陵城的分基地 以及后续科技研究院 展开一系列针对 星红研究院的舆论战 与破坏行动等等 这一系列曾经让他感到 疑惑不解的问题 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 望着还在分析 完善计划的迷雾之主 风琪的心中持有一个想法 此次恐怖如四 断不可留 四十天后 晚上十一点 琥珀研究院内 一家飞往慕陵城的专机起航 这个时间点风琪并未睡去 因为迷雾之主 击垮星红研究院的 第一步计划正式开始了 此时他坐在房间内的沙发上 掏出了手机 然后拨通了 星红研究院的电话 等了许久 电话通了 熟悉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你大晚上不睡觉的吗 熬夜秃头不知道吗 老咪刚走 和你们说一个最新情报 稍等我记录一下 电话那头随即传来了 穿衣服的声音 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 大约是五六分钟之后 雨薇的声音再次传来 现在可以说了 风琪没有犹豫 当即开口道 事情是这样的 还记得我给你的情报内容中 曾经说过 慕陵城会遭遇 科技研究院的袭击这件事吗 其实这件事的幕后 是迷雾之主在操控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